你让你跟我吃泡面呢 味道好极 辛苦你了今天 辛苦 我们去那间的柴火 加点火 嗯 熏辣肉 嗯 嗯 好吃 热了肯定是 我都吃光了 嗯 吃饱好足 搬砖去走 它里面是鸡鸭成群的 嗯 鸡也多 我们这一次也 我爸说杀了多少只鸡啊 做辣鸡 鸡啊 嗯 还有这么多 嗯 鸡还是有蛮多 这种鸡好吃 嗯 嗯 这个是鸡公还是鸡婆 鸡公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近两天比较忙碌 上午我们是在仓库做事 下午又回来回到乡下来了 嗯 月份关键他们一忙 嗯 没时间 吃嘴 呀 哈哈哈哈 看他们嫌我 哎呀我们要自己回来 拉着一下自己去一下 嗯 我们去山上山上再弄点彩火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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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有个小狗 太小了 哎你看 鸡全部跑到梳上去了 梳上 哎真的 真的还有一股黑鸡 嗯 这个鸡也会想吃 快走快走 不要窝一坨鸡死掉在头上了 那就是走鸡死运了 嗯 山上也是鸡 对啊 其实 你看这里全部都荒掉了啊 养鸡天上的养鸡长了 我说了 嗯 养鸡真的是好啊 不是杰哥我跟你说了 我上次不就跟你提过吗 我有个想法 就明年了 我们多买一点鸡 买个几百只鸡 让我爸养 放在这里 自己养嘛 让你爸养 他孙代养一下嘛 自己养啊 嗯 什么事情怎么能让你爸去做 你爸一忙就做吧 是说真的也可以啊 你觉得呢 然后你看这里有鱼肠 然后买个 买点鸭子 哦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这么大 你看到没有 哦 哦 是不是 因为我们就在家 做个养智 所以不算了 嗯 因为这里也 他这里不是我们家的 像有的地方可能是别人家的 到时候给点钱给他们作为租金 哦 那边啊 就这一块这个山嘛 你说的啊 走我们上去看一下 走我们上去看一下 就可以啊 这个想法可以吧 照亮一下 嗯 哇 山上也有鸡 看到没有 哈哈哈 而且像这种 这种是你们的 对啊 所以那边是别人的 哦 啊 这个地方这么大 看这个地方养鸡那些 这个地方养鸡 不用管 嗯 他自己就找个好吃啊 嗯 不用喂 粮食那个节约成本 那个成本也可以节约很多了 是的 鸡那些吃完料是很厉害的 如果在这条保养的话 夏天他就吃这些草的够了 吃草啊 吃草的那个鸡 这个鸡肉就更香 嗯 这些排骨干好了 哎那个小小的是最好引火的 这种蜘蛛的也行 这种蜘蛛的蜘蛛 家里的蜘蛛其实也烫了那么多天了 最开始烫是我业父去山上搞的专门 那种蜘蛛就是跟我们那里白树那种类似的 现在就是用一点浴火吧 才把它尽量熏干一点 所以我就找这些干的树子 本来家里面的蜘蛛是 这个上本来可以下炕了哈 但是我越发的时候要熏干一点 熏干一点第一次比较好吃 第二我们买回去划算一些嘛 越干它就越轻 好 好 完成! 今天我又没戴眼镜 因为等下去炕里面去蜡烛啊 里面灰太多了 我的眼镜是一千多块眼 把眼镜狗化了啊 我来搬的 我来 我来了 你不动 一晃你要过年呗 想不想过年了 不想不想 为什么 过年有钱呢 哈哈哈哈 那怎么你穿嘛 嗯